17間食肆首次入圍米芝蓮名單 究竟是光環還是魔咒? 柴灣猛鬼橋原本來做甚麼 為甚麼又變成郊遊勝地? 落神花大葉嘛 原來本土也有種植 功效多,怎樣養食才最養生 馬上東張西望 歡迎實體東張西望 今天有消息指一名小五女生 懷疑感冒菌入血 導致急性敗血病和肺炎 最終不幸離世 近來天氣忽冷忽熱 大家真的要小心身體 Patrick Sir,你說得沒錯 平時我覺得有一點喉嚨痛 或是一點身體不適 我會喝一個熱領物 希望吸收多維他命 讓病不要發出來 其實喉嚨痛已經是病徵的出現 你喝了這個熱領物 只不過是舒緩病徵 令你舒服了 所以休息得好 用自己的身體抵抗 去打贏這場仗 不過無論如何 任何傷風感冒多濕碎的病徵 我們都不可以忽視 同樣我們不可以忽視的 就是一些小店 因為他們隨時會變成米芝蓮餐廳 昨天米芝蓮指南公布 美食推介名單 榜上有名的82間餐廳 有17間都是本地新上榜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幾間本地小店 當中還有過綱籠 打得入推介名單 食物一定夠特色 就像這兩間鴨立西環近十年的食肆 就成功以地道美食、點心 和煲仔飯打響名堂 兩間日圍俗稱叫一箭雙雕 難難可貴,開心開心 傳來街坊 希望能夠招呼和食物都要跟以前一樣 不會客人多了 隨便不斷推出來的算數 各方面都不會瘋狂 一定要精益求精 希望能夠追星 我只是享受食物,香港是很具體性 我從來沒有煩惱 如果有長期待單位,有好食物 所以我願意待 除了點心之外 他的另一賣點,炭燒煲仔飯 高峰期試過一天賣二百多個 排隊,晚上都排隊 每天都排隊 他們的煲仔飯真的很好吃 很多人都慕味來吃吃煲仔飯 他看的底部很香 雲吞麵 一碗地道的世勇,一碗豬手麵 帶領這間麵店走過60年 第二代傳人麥小姐 由父母手上接過家業 餵的都是一碗爽口彈牙的雲吞麵 而上榜的這份榮譽,他不覺得遲 其實不覺得遲 因為我覺得現在一定很開心 當然是很開心的 是有感上添花的感覺 因為能得到一個世界性的認同 要將一間麵店打向名堂並不容易 說到底,也是一份對食物的堅持 招牌由來以久一定是雲吞麵 因為由開始賣的時候 由我爸爸媽媽第一樣賣的產品 就是雲吞麵 但我們堅持用一隻虎蝦的一粒雲吞 所以我們是全蝦雲吞 所以很多客人會不停地回來找我們 雲吞麵是香港獨有的文化 其他國家沒有這個風格 會有人用意粉、適色拉麵 香港實在是全一個 值得宣揚的食物 你如何感覺到食物? 很棒 對,很棒 你喜歡甚麼? 對,很棒 我喜歡吃的食物 對食物的味道 我之前吃過的食物 打入美食名單之後 會吸引很多人來光顧 但老闆堅持只此一家 我想分店暫時不會打算開 因為我很希望真的可以親力親為 照顧到一間店 這樣會比較專注 除了本地菜入圍上榜 亦有店鋪憑著外省菜打入名單 當中當然少不了 宵夜必食的潮州打冷 這間位於北角的潮州菜館 開業短短三年 就已經榜上有名,真是真厲害 很驚喜 而且沒想過會得到這麼大的獎 你覺得你們優勝之處是甚麼? 主要我們在品質方面 一直保持平均水準 就不會說有很多客人在外面吃東西 說這次好吃,下次又不好吃 老闆李生原本做IT生意 幾年前膽粗粗開了這間餐廳 老闆說他堅持做正宗的潮州菜 就連來自潮州的伙計 都說吃到家鄉的味道 我們滷水主要用藥材方面 香料方面都是大同小異的,同坊間 但主張我們的比例會很平均 不會突出某一方面的香味 或者特別是天甜的 看著師傅手起刀落,一斬 一筆,一碟滷水鵝就能上桌了 可以在短短幾年打響名堂 都是憑著這隻滷水鵝 老闆又怕不已經出名後 業主會加租呢 擔心也沒辦法 我們也… 希望業主不會那麼殘忍 我也希望可以繼續在這裡做下去 對 這樣用回 因為加租,相對來說價錢會提高 而今早還沒開門 這間店已經有幾個客人排隊 不用半小時,龍已經去幾個店位了 快點了,15分鐘了 我是這次第一次來的 因為其實我今天要趕上大陸做事 但特地過來學習一下 那有甚麼一定要吃的 滷肉飯,特別香一點,特別滑一點 原來除了本土食肆 過江郎一樣那麼碰當 好像這兩位隔離香港的台灣媽媽一樣 六年前因為想著家鄉味 就嘗試在香港開餐廳 無論如何都想不到 今天的廚藝會得到這麼多人肯定 最先知道的就是我的先生 他給我一個很大的擁抱 就覺得說他知道我很辛苦 先生很開心,小孩子也很興奮 還有台灣的家人 我姐姐說我媽媽已經去問一下 一個牌匾多少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很懷念台灣的美食 然後就想說剛好音樂忌諱 看到一間小店 然後就想說試試看 我們從一開始的25個便當 一直賣賣賣賣賣 賣到最後一個小時可以賣200多個 但是拿了推介之後 你預計應該會有很多人來到這裡 其實你會不會擔心 或者其實你想要怎麼做準備 我相信我跟貴神 就覺得孩子秉持著原來的原則 原來的堅持 然後繼續做我們的家鄉味 然後也繼續我們這種服務 這種對待客人的方式 我相信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但是這麼多美食選 吃甚麼才最不枉此行呢 台灣便當 我們幫我們的台灣便當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大碗公飯 就是每次的配菜都會不一樣 所以客人就算他天天來 他也不會吃到同樣的東西 接下來就是滷肉飯跟牛肉麵 還有蛋餅 我想這四樣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店的正店之寶 對 我自己在香港找好東西吃 我就會少點看這個美食推介 通常會問一些朋友 你最近去過哪裏好吃的 但是如果去到外國的話 我一定出發之前 就會看很多的美食推介 對,因為你想重點試一些當地的美食 又或者一些出名的餐廳 那倒是 除了喝喝吃吃 我們去觀光都喜歡看推介 今天適逢萬聖節 我也有個好地方推介給大家 不過大家留意 去那裏可能會令你尖寒尖寒冷 我建議你穿多件衣服才好去 網上流傳柴灣有一條百年古橋 它真正的名字沒甚麼人知道 但有人就說 見過穿著日軍軍服的人影向它揮手 久而久之,這條橋就被人叫做猛鬼橋 究竟傳聞中的猛鬼橋藏身在哪裡? 我們從柴灣豐華村出發 沿樓梯到屋邨後面的球場 穿過鐵絲網 再沿著水館旁邊的小路向上走 終於去到較為易行的石屎路面 這裡雖然陽光普照 但是在茂密的植物染斃之下 越走就越陰森,好像入了結界一樣 難道這裡真的這麼猛? 再經過這條橋,有些東西 走了大概二十分鐘 就看到這棟廢棄的建築物 你看看外牆鋪滿了青苔,挺陰森的 這棟樓高三層的建築物 明顯是日久失修 原來是政府物業 以前這裡用來做什麼呢? 這邊是水母署的宿舍 這個已經荒廢了 那時候有個…有個員工在這裡 好像被人家殺死,他是醉貓 他在宿舍住的,他是水母署的員工 那什麼時候開始荒廢? 康舍住了,很久了,我相信十幾二十年 那豈不是凶宅?走快兩步了 怎料走不夠幾步,一抬頭 竟然就是傳聞中的猛鬼橋 終於來到傳說中的猛鬼橋了 真是很猛,太陽 我想這裡唯一可以跟鬼扯得上關係 就是遠望的墳墻 這條橋大約有二百米長 離地幾十米,橫跨石間 押納在山谷之上,相當有氣勢 它兩座橋等是拱門式設計 倒梯形的兩側 還有古建築常見的坑紋 山發陣陣歐洲色彩 專家估計這條橋有過百年歷史 應該是早年政府興建水利設施的時候 起來讓工人在山上行走的 可能地點實在太過優靜 就引起種種靈異傳說 令普通一條橋變成文明的猛鬼橋 這日就有不少行山人士 專程來拍張照,打個卡 不知道他又怎麼看這個猛鬼傳聞呢? 你有沒有聽過傳說什麼? 沒有,只是說叫猛鬼橋 我早就帶過來,我們住在這裡 我早就經常來這裡玩 我早就知道小時候走過石橋 在猛鬼橋上 完全找不到傳聞中的子彈洞 更不會看到所謂的日軍鬼魂 反而在這裡居高臨下,景觀開揚 而且由市區走過來 也只是半小時左右 絕對是親親大自然的好地方 好,好,好,好 回來東張西望 最近有考心在網上分享了備戰DSE的心得 就指在淺水灣和幾位朋友 租了一間二千呎的服務廣告 很專心地溫習 寧靜的環境確實是讀得好書的一個方法之一 如果他們五個真的認認真真地去讀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但這個方法好像貴了一點 淺水灣二千呎的服務廣告 月租大約九至十五萬 每人都要夾兩至三萬元 我們以前在圖書館溫習 其實不用錢 分分鐘旁邊的朋友 還做你的免費補習老師 是你讀書夠Smart,而且懂得省錢 我們有時候溫習溫度很累 樣子又殘忍,需要滋潤一下 又到逢星期二的固定環節 介紹香港好玩、好吃、好看、好買的好地方 介紹一些好東西給大家滋潤一下 這個季節市面上多了一朵朵紅當蕩 眨眼看有點像玫瑰的農作物 這個街市檔有,在這個街市檔也有 我很多朋友在吃 對,很多朋友在吃 他們有沒有覺得怎樣 他們是熬水喝的 給蘋果、給蜜棗、冰糖 又說降血脂、血壓等 我們幾年多是聰明的 是 樂神花越來越多人知道 近期更加在街市熱賣 通常是甚麼旅行的人買的 通常都是太太 對,現在也挺多人買的 前兩年就少點,這兩年也多人買 是,為甚麼 因為這個現在的人 最後健康,多一點 就多人買 樂神花只要有熬水 放點水、放點糖下去就可以了 香港一般買到的樂神花 我們貨源通常來自哪裡 一般都是台灣、台東 那邊多,盛盛,那邊比較漂亮 那你這裡呢? 我們也是台灣人用過的 秋冬季期間限定的樂神花 其實本土一樣有自家種植 位於大嶼山西北面的二澳 和大澳距離大約十分鐘的船程 這裡還有不同的農作物 包括色澤血紅的樂神花 農作社種了大約150棵左右 全部都是有機耕作 平時我們見的樂神花 是一大朵花額 但其實它的真身是這樣的樣子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它真正的一朵花 是呀,其實平時在街市 只是你看到它的花額 或者叫花托 其實真正花是這朵 才叫樂神花 花開了之後 昆蟲幫它傳播花粉成熟了 裡面的粒種子就會慢慢變大 花額同時就會變大 我們看到花額大了 現在就採摘下來用來食用 阿孫,為什麼你們會種樂神花 因為種樂神花的營養價值高 它也受歡迎 它可以消脂、降血、降膽固順 打理相對地已經算少了 它也比較粗身 你看,跟它的雜草在一起 它也可以絕葬地生長 所以我們選樂神花來種 十月份又到樂神花當做的季節 新鮮的樂神花一朵朵掛在枝上 好像一粒粒紅寶石一樣 難怪有植物界紅寶石的稱號 樂神花怎樣為之可以收成 我們其實看到一棵 有大有小的花額 我們會先選一些大的花額 剪掉它 小的,可能因為剪掉一些大之後 營養就會集中在小的地方 再慢慢大 我們也有一個方法 看到如果那朵花是爆開了 你看到裡面的脂肪 其實也是可以剪的 很簡單 就是在花的腳上剪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會不會也試試自己剪到神花 好,你幫我 我幫你拿著吧 謝謝 清洗之後,樂神花還要經過特別處理 其實在底部,一推出去就可以了 行了,很成功,很完整 這是我們剛才新鮮摘的樂神花 要試試嗎? 就這樣吃嗎? 對,試試 什麼味道呢?很清爽 很清爽 對嗎?很清爽 對嗎?很清爽 真的很清爽 怎麼吃 所以我們待會會來做蜜煎 又甜甜的,又酸酸的 我們會逐層逐層加 然後我們會倒一些蜜糖 這樣要浸多久? 放完蜜糖後 四十八小時後就能享用 除了蜜煎,即樂神花可以吃 蜜糖可以用來沖水 樂神花蒜味味,可以製成糖醋 將樂神花入瓶,加糖,再加醋 製法簡單又天然 這個就是我們這裡的鎮家之寶 是嗎? 它叫做… 陳年老醋 對…這個是我們樂神陳醋 不過沒有這種名字 這個是年輕版 就是我們剛剛做了一天都沒有 這個已經放了一整年了 多三百多日,很清爽 它第一次嗅一陣很濃烈的醋味 但再仔細嗅的時候 就會發覺它有一陣是樂神花的花香味 沒錯,所以你剛剛的樣子 才有聞玫瑰的感覺,對吧 好像喝了紅酒 怎樣?能否接受到? 好,那不加水了 很好喝 最主要是因為它很甜 對,因為這個是浸了樂神花 還有糖的…糖醋樂神花 剩下來的醬汁 陽光底下,鮮紅樂神花會收乾 經過多次反覆曝曬,成為花乾 蔥水酸酸甜甜 加蜜糖滋潤 加醋養生 龍作社在大澳設有門市 形形色色的產品 呈現這份秋季獨有的血紅浪漫 難怪吸引不少注重健康的捧場客 有樂神花,有竹姐 看到你剛好似對樂神花茶很有興趣 對,解渴嘛 解渴,之前有沒有喝過? 喝過 喝過,覺得怎樣? 不錯,挺好的 看你有肌肉,試試是否真的很棒 是,你覺得它怎樣的? 清涼,喝得很舒服 秋冬這些日子 經常都會感到喉嚨很乾爛 阿蓮,有沒有什麼滋潤秘方 醒醒大家呢? 推介一個阿蓮靚湯給你 其實很簡單 雪梨雪耳南北行煲瘦肉 再加無花果,保佈你滋潤 果然是阿蓮靚湯白飯任莊 其實除了我們需要滋潤身體 心靈也需要滋潤 你懂得煲這麼多美湯 心靈雞湯,你懂不懂? 這件事真是考慮我 但以下樂靈的嘉賓 保佈可以幫大家滋潤一下你們的心靈 創世電視6月2日 保佈祝福MyTV Super 這麼多藝人聚首一堂 原來要宣布一個好消息 今天TVB和創世電視 舉行簽約短禮 宣布正式登錄MyTV Super 以後觀眾有多一個頻道可以選擇 一群藝員同事都很開心 因為可以傳達多點愛給觀眾 透過這個互聯網絡 可以帶動大家多點的信息去接收 對我們的人的思維 認識是多了很多的 其實嘉賓姐無時無刻都在傳遞正能量 我站在她身邊我都已經接收到 所以我們一定要和嘉賓姐一起合作 把多點正能量給大家 好 活動上還有一群 久未露面的藝人朋友們 好像黃一彤 梁建平等 還有最近拍內地劇 哪年花開月正懸疑人氣急升 被內地網民力賺有仙氣的龔慈欣 大家又感覺到她的仙氣嗎 其實如果你說仙氣 就很多年前的小遊戲 裡面的觀音盟良 那個就真的很仙氣 那個造型 那個是很喜歡的 大家更關注的是 跟她一樣仙氣十足的17歲女兒 林凱玲會否入娛樂圈呢 自己女兒像自己是很開心的事 但比我聰明和比我優秀 其實她只是一個學生 她現在還在讀書 希望她努力捉好她的機會 做好她目前的讀好書 當然現在接近這幾個月 最重要是讀好書 現在是她暫時唯一和最大的目標 很久沒見過朋友, 很開心 不僅在互聯網電視上有新平台 WhatsApp今天也推出新功能 就是這個撤回信息功能 只要在你發出這個信息 七分鐘內就將它刪除了 這個信息就會在你和對方的電話 都會消失的 但是對方會看到你寫了一個訊息 這個功能最適合推薦給那些 鬼馬, 但又很不小心的人 是 話說我有個朋友 他預備結婚之前 就參加一個告別單身派對 第二天就發出一個短訊給朋友 誰知道就發錯了給未婚妻 內容如下 我經過修飾, 大家自己猜 他就說 昨晚那位女士很棒 其實如果他的未婚妻 在七分鐘內看不到訊息 他也說有條生路走 但是如果他的未婚妻 是看到訊息之後再看到他 就刪除了大件事 我幻想到那個殺陸場面 所以各位男士 在用這個功能之前 記得三思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 一輛舊單車 載著十貫八貫石遊戲 在馬路左川右插 超凡技術還說要挑戰單車世界冠軍 高手在民間, 留意東張細亡 噻多壓的 點心 喜歡